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深入人心 中共进入全面解放的阶段 此时解放军在人民群众的心里就是正义的化身 而国民党处于拼死抵抗 但又无可奈何的尴尬境地 因此国民党的力量不断被削弱 大量的将士被俘 残余力量也在被消灭 处于这样一个社会大环境下 在解放锦州时 国军抓获了一位国民党的大将 他是辅佐张作霖和张学良的重要人物 他就是张作湘 张作湘 陆林出身 最高职务是东北军总司令 在军中威望极高 后又辅佐张学良成为少帅 被人称为府相 他在被俘时 时任国策顾问 是国民党政府的重要指导人物 当国民党大人物被捕入狱后 林彪的此消息 我作敢往狱中当面 向他道歉 把他从狱中救出来后 用很高的礼遇对待 并且护送他回到天津 张作湘是爱国主义的坚决拥护者 因此 林彪才做出如此反常的行为 这足以见了他的人格魅力无限 受到很多人的欣赏 假如抛开政治因素 此人一定会受到双方军人的敬仰 在蒋介石逃往台湾时 力邀他一起前去 但是不与蒋介石志同道合的他 拒绝此要求 像这样爱国义又正直的大人物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一生抗战 还培养出很多优秀士官和将军 是推动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有功之臣 即使我们对历史人物不能过多评判 但我们依然保留对他的敬仰之心 对未来充满无限希望 中国抗战史上的英雄人物都值得为我们铭记于心 他们的品格将会对我们形成重大影响 他们的精神将会鼓励我们一路向前 在现今社会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在这里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们的责任编辑